大家晚上好 我是熊慧,來自蘿蔔州屈蘭 在過去我從事會計的工作 長達20多年 我以為這個就此就是 我終身的職業生涯 但是我其實 人算不如天算 我萬萬沒有想到公司 當我在38歲的時候 竟然宣布說清盤 所以我就 就這樣 就此就是打算 就這樣待在家裡 顧我的四個孩子 但是我的先生告訴我 為了家庭的經濟有保障 不能夠單靠他一個人去工作 所以他建議我出去創業當老闆 所以我為了他的那個危機意識呢 我就出去 從事了這個批發家具的這個生意 也從事了好幾年 但是在這樣子兜兜轉轉的 從事了幾年之後呢 非但沒有改善我的這個生活數字呢 我甚至連週六和週日 我都還要去擺早市 甚至在過年期間 還要做24小時的 所謂的那些夜市的那些生意 所以 這個是讓我 反而讓我 沒有 讓我的生活變得不開心 所以 這個就是 我做生意比我打工還要辛苦 那麼知道有一天 在2016年的時候呢 讓我能夠 讓我為什麼會 來看看這個結石的生意 是知道我父親 打了一通電話給我 告訴我他在工作上 我父親已經74歲了 在當時 然後他告訴我他在工作上 受到同事的排擠 和很多的不順 打算提前退休 然後他就問我 可以嗎 說真的 當時我很慚愧 我不能為力 這樣子幫助到他 這個是讓我很痛醒的一點 當我遇上了結石之後呢 我決定全力以赴 通過這個平台 讓我爸爸有這個希望 能夠提早退休 所以當時 當我看懂了這個結石之後呢 我義無反顧的 我努力的去學習 那麼在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呢 我也爭取到了這個理由獎金 然後呢 還贏取了那個六千的美金 因為我在這邊 看到了這個希望 可以帶給我爸爸 能夠提早退休的希望 所以呢 我呢 接下來的字子呢 這僅僅只是一個開始 接下來 我也把我的這個傳統的生意呢 在今年裡面呢 我會結束它 我要 把所有的時間呢 在這個結石發展下去 然後讓我爸爸和我媽媽呢 能夠在 我的所有的親戚面前呢 還有包括 在家裡面呢 也讓我在孩子面前 和丈夫面前呢 提升我自己 也給他們看到 媽媽也是 這個 了不起 對啦 是最棒的 OK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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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我們也請 Stephanie 哈囉 大家晚上好 好 我是 Stephanie 那還沒有加入結石之前呢 我本身是在美容行業 二十多年喔 那都是 我是經營 入口批發 還有 自己也有三間美容院 同時也是一名導師喔 那 你看喔 這麼多責任在一身 其實傳統生意喔 真的不是最難做的一個職業喔 那當時呢 就因為我的 伴侶 他就 進了醫院喔 因為那個 蠻常爆裂做到喔 那他爆裂的時候 我本身自己呢 也有一些狀況 那如果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之前是 超 超 超胖的喔 然後 然後呢 當時我就已經在想 這個事業 我還要 還要繼續下去嘛 那就 就很 可能是 一個機緣吧 那我一位 三十年的好朋友 就 剛好就打了一通電話給我 約我去喝茶 那我就 跟我的 business partner 就剛從醫院出來 你知道嗎 就去復業了 那當時 他就 跟了我 當時他問了我三個問題 但最主要的是 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 影響了我 他當時他問我 嗯 你的事業喔 因為你這麽群力 這麽的奔跑喔 那 三年後 你覺得 你的生意 可以 真正的那個 cash 進你的口袋 會有多少呢 當時我 蛤 從來沒有想過咧 他說 沒關係 你回去慢慢的算 那我現在呢 就有一個方案 那如果三年後 以你這樣子的努力的話呢 你可以 每個月 有五萬塊美金的收入 你要嗎 我說 我要 好 他說你回去 好好的 算 那看你目前 你的傳統事業 可以為你做到 你要的東西嗎 那同一時間呢 他說 以你現在的那個狀況 講什麽 賺什麽錢呢 你沒有前面那個健康 後面那幾多個零 對於你無關 那就先簽一個配套吧 我說 那因為我這個人呢 就 產品對我來說 沒關係的就先試試吧 好那我就簽了一個 大配套回去 那產品來了之後呢 我就好好的使用 不過當時他有跟我說 一個東西就是 什麽 那個 成人幹細胞技術 還有兩百種的生長因子 我當時在想 蛤 美容界二十多年 從沒聽過 有這麽多的生長因子 外面的普通的都是 六到十二種 居然有兩百四十八種 好吧 就試用吧 那當你知道 只種了短短的五天 一直困擾我的那個 敏感的問題 居然好了 哇 當時我真的很興奮 但是同一時間 我也很恐懼 為什麽呢 因為這一系列的產品呢 真的非常簡單 就沒有像我們過去的 找一套 玩一套十多瓶 它就簡簡單 那個六瓶而已 而且呢 非常有效 方法非常簡單 每一個人都可以在家裡 DIY 然後比美容院出來的 專業效果更好 當時我就想到 我的事業 會將會面臨一個 從來未有的那個危機 所以我就 嗯 我就要重新去詢問 這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商店模式 然後 畢竟我是一個商人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而且呢 我也知道 好的產品呢 背後肯定有一個很偉大的商機 那 當時 我還 因為我也有 就勸我去 你要了解的話 就去了 飛去了 香港參加 當時在 舉辦的一個叫做 香港劫師大學 那在這裡 在那裡呢 我真的是 大開眼界 我才知道 什麽叫做 國際平台 互聯網的威力 還有呢 就是我在看 咦 這麽 在上面的人啊 那些分享者 都不是怎麽樣 可是他們都非常的成功 所以 而且他們給我看到的是 就是 這是一個非常有系統化的去經營 這是我傳統事業 我做了二十多年都沒有的 所以當時 我就下了個決心 這個是我要的東西 那我就決定回來要全職經營皆師 那我回來之後呢 我用了 四個月的時間 去全職 就是去推廣這個事業 那我把我的事業呢 推廣到九個國家 哇 為什麼我要說呢 因為過去呢 我用了二十年喔 我的事業才推三個國家 所以這個給了我一個很大很大的強行爭喔 那 我非常感謝我 我所有的 幫助我的領導啊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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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啊 我的所有的夥伴們 對我的信任喔 那其實我的夢想呢 就是想刚才你们都听到了那个钻石的那个收入 就是我对我自己承诺就是要不达到钻石的人生呢 我是不会放弃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请我们Luby Director Alan Tan 大家晚上好 我是Alan来自基隆坡 我在IT行业里面的从事 就是相国经理Project Manager已经有十年了 虽然看样子看起来还年轻 其实已经做了很久 我自己也是有一个工商管理的硕士生 两年前曾经也是拿到奖学金去读博士的 可是幸亏感来没有去读博士 不然脑袋都会不一样了 所以在我打工那年时代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个很尴尬的风气的时候 突然大病一场 大病的时候就在医院住了七天 七天的时候还在床上拿着那个Laptop开证 就去做梦 然后就这样子觉得 人生不应该是这样子 赚两个钱全部投资回健康产业里面 所以我决定我自己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寻找一个商机 可是想到市场上有这么多商机 哪一个还是现代最具趋势的商机呢 然后我就遇到我的人生中的贵人 Step他跟我说 Alan 如果你真的是要看一个商机的话 你自己要飞去 企业家当 他来自香港 我们两个人都有共同点 我们都是IT男 更不得了的话 他是在香港 跟地位跟解释合作的合伙人 然后我就问Harris 为什么你要从事这个行业 在生活了解之下 原来Harris跟我同一家公司的 他是新加坡 他是香港公司 我是马来西亚公司 这简直是从事了吧 是吗 所以在他分享之后 我还发现到 原来是这样子的 这个公司 他是做这个IT的公司 是吗 然后我们接释呢 我们的IT 比IT公司更先行的 我们的APP 你的这个APP 是按了下去 不会Handgate的 所以我知道做IT的话 如果你要做到你的APP 不Handgate的话 一定会投资很多很多个亿 还有这样子的效果 我讲 这个公司是不得了了 后来经过 再回来的时候 考察觉得 解释这个生意 真的是我想要做的生意 而在投了少少的金钱以内 我在权力以复和系统的教导下 在短短的两年 我跟我太太就精神到了 红宝的阶级 大家都会问我 Alan啊 你是怎么经营这个生意的 到底要花多少的时间 然后我就会跟那些伙伴说 不是full time 不是part time 是any time 反正你有时间的话 你就可以去分享 因为这个是一个分享的事业来的 你分享的多 这样你的美金就会回来了 所以我就说 选择真的比努力重要 我非常感恩 我的贵人 两年前 分享这个解释给我 所以我希望 在座的每一位 也能看懂这个商机 一起加入这个平台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Alan Ruby Director 说的真的是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大家听到 来我们又再来掌声 谢谢我们的 宋外 还有加分 所以听到 我们这几位的分享者 大家有没有很high 有没有blood circulation 然后呢 想要不要做美金 接下来我们还有中头戏 现在我就把这个帮子 交给我们的MC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